詞曲 李宗盛 陳真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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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我本來不應該不需要出現 但是因為那個指紋事件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突然會加入這個工作坊 所以我今天必須要來報告一下 採診會跟健保局在進行的一個行政訴訟 以及為什麼我們要去告健保 衛福部跟健保署 然後是我們背後的一些領頭這樣子 那這個主題是關於這個 我們認為說 我們目前這個衛福部健保署 所釋放出去的 中國人民的健保資料 它裡面可能有一些法律上面 還有去勢力化的一些爭議的問題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 可能是想要問大家 就是說到底大家覺得你們 就是所謂的 我們每個人強制被納保的這個 健保資料跟病例資料 這些健康資料到底是屬於個人的 還是屬於醫院的 還是屬於醫生的 智慧財產權還是屬於政府的資料 我想其實光是這個第一個問題 可能不同的人 就已經有不同的答案了 因為我有聽過醫生說 這個是他們的智慧財產權這樣子 然後也有政府官員覺得 這個就已經是政府的資料 不是你個人的資料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說 我們一般的我們的這些健康資料 它一般它到底是怎麼樣去被搜集 處理利用的 其實當我們一般去看病的時候 之所以醫院或是說診所 甚至是像保險公司健保局等等的這些 或是學校公司好了 他們之所以可以去搜集我們的健康資料 其實背後都有一些法律的依據 不管它是依據健保法、醫療法 或者是保險法、人體研究法、電子病例管道法等等 就是它其實都是有一些法律上面的 或是說你私人跟保險公司簽了契約等等 是你個人的同意 所以其實並不是這麼的任意性 就是他們想要拿我們的資料就可以去拿好 尤其是其實像醫療資料其實是比較敏感性的個人資料 它跟一般的個人資料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卻看到說我們突然發現說 其實早在1998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健保署 它就已經把我們的健保資料 就是交給了這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建立了一個資料庫 叫做這個全民健保的資料庫 然後他們再把這個健保資料 提供給學術界跟非學術界 來申請做使用這樣子 然後是有收費的 好那他就是說 因為我們全國人民都搶貨納保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珍貴的資料 你想想看其他國家可能還沒有這麼完整的 全國人民的健康資料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可以拿來使用的一個資料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哪些資料呢 包括不管你是看中醫啊 還是你是看癌症啊 或者是你去看牙醫啊 或者是你有什麼重大傷病啊 還是說你有什麼職業傷害等等 然後糖尿病什麼的 交通意外事故等等的 精神病啊什麼什麼 這些他們都有資料 那不過大部分呢就是說 因為兩千三百萬人的資料其實蠻多的 所以他們其實比較多 因為他們是提供一張一張的光碟變出去 然後那個資料是算區域在賣 就是算那個資料量賣錢的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提出貨資料其實是抽樣檔 就不是全國兩千三百萬人的檔 而是可能比如說兩百萬人的抽樣檔這樣子 那這個是比如說它是其中的一個檔 就叫做重大傷病檔的檔的那個資料裡面的那個欄位的樣子 那你會看到說喔有一些東西他會把它轉碼 譬如說我們的身分證字號 他會把它透過一些加密的動作 把它轉成一些密碼 就是不會你的身分證字號 不會直接出現在上面 然後但是其他的就會出現這樣 那他可能會用一些代碼去呈現這樣子 那比如說這個是一般我們去看門診啊 或是治療的這些檔案 你會看到說上面有所謂的就醫日期跟出生年月 那其實這個出生年月是後來他們才 就是因為我們提告了他們才改了 那為什麼他們要改呢 其實就是因為在訴訟過程裡面 我們告訴他們說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透過就醫日期加上出生年月日 因為他們本來是提供到出生年月日 我說我們透過這兩個欄位 我們就可以塞就是 就是塞就是可以找出特定的一個人的資料 那他們發現這件事情之後就說好 那我們現在改成此提供出生年月這樣子 那這個是在這個過程裡面發生 一開始在過去從1998年到我們去告他們之前 我們去告他們應該是2012年的時期 這段時間他們釋放出去的那些光鐵片 全部都是有出生年月日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這個 就是說 它裡面的很多資料 其實它都是用代碼的方式去呈現 那所以譬如說像各個醫療機構的那個名稱 它不會去寫說是哪一間醫院 可是它會告訴你說那個代碼是什麼 那如果是縣立醫院的話 它就是01啊 或者說它是什麼的 私立醫院的話是什麼 或者是 就是它有些分類這樣子 或者說捐學中心的話代號就是私立 然後或者是像你去看 比如說這個精神復健的機構 還是你是去康復之家 還是你是去產後護理的這些機構 那都會有一個代碼 所以其實你一看到那個資料庫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你好像在看天書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剛剛那個國衛院的那個網站上面 他們就有一本密 那個叫做易碼本 所以你要看懂這些代碼 其實它就直接可以download一本密碼本 你就可以去看懂說 喔台北市哪一個區的 就是你的城堡的單位 是在台北市哪個區 或是在哪個區這樣 那就會有一些代號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你的案件分類是什麼 比如說你是看急診啊 西醫的急診 還是你是去洗腎的 或你是結合病啊 還是你是軍醫的軍保的 或是子災的案件 等等就是都有這個代號分類這樣子 好那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或是科別等等 那這個是因為檔案有非常多 這個也是在那個國衛院 他們自己的網站上面就有提供的 就可以下載的 就是說各個檔案之間 你要怎麼把這些檔案串起來呢 就是是可以透過一些欄位去串的 那譬如說你透過ID的話 你就可以去從中間這個醫事機構的基本資料檔 去串旁邊的這些檔 那再透過其他的這些欄位再去串別的檔 所以最後這些所有的檔案 都是可以把它串在一起的 好 所以我們就為了這個訴訟的關係呢 我們就不得已被迫 因為這個我們一直不斷在質疑他們說 奇怪我們從來就沒有 當事人沒有 我們去提告這八個當事人 我們從來沒有去跟健保署簽過一個同意書 說好我同意我的資料 要被這個健保署衛衛服務 同意你去做健保之外的 目的外的使用 我從來沒有同意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翻遍了全國所有的法律 我們也看不到有任何一條法條 去賦予健保署衛衛服務 把我的資料釋放出去給其他人 做使用的這樣的一個法幣 所以我們就去 我們本來一開始是去申請說 我要我們的資料要退出 我們不要我們拒絕我們資料 被使用在健保的目的之外的 這樣的目的外使用 那他拒絕我們了 他說你不可以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因為他們的整個資料庫 都是一個去識別化的資料 所以他不是你的個人資料 所以你不可以退出 好那所以變成被變成是 我們要去證明說 好那到底他的這個資料 到底是不是一個所謂的去識別化資料 那到底去識別化的定義又是什麼呢 對這就是非常納悶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 就是也是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因為事實上我們並不是什麼密碼學的專家 我們也不像周老師是什麼資訊的專家 我們就只是做了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譬如說像剛剛我們是把出生理院日 加就診日寫 就可以找出單一一筆資料了 那他告訴我說 這是一個去識別化資料 可是為什麼我可以透過兩個變相 就可以找到單一筆資料 對然後再接下來我們又做了一個 就是我們把譬如說就醫的科別 代號是15的叫做整型外科 把這個整型外科的人全部都找出來 抽樣檔裡面的整型外科的人都找出來 再加上區域的代碼 譬如說他是在苗栗縣竹南鎮的人 結果也是只剩下一個資料 那透過雖然說這個ID 他其實是一個已經變成一串密碼的資料了 可是他的那個ID是固定的 所以透過這個ID之後 你就可以去看這個人所有的其他的 在健保署裡面所有的資料 他看過哪些病 然後他是投保是什麼 城保單位啊 然後他等等所有的相關資料 那如果你剛好也認識這個人 那你就知道他是誰了 對 那然後除了這個資料庫之外呢 其實衛福部他還有一個健康資料的加持中心 那這個中心本來的網頁是長這樣 但是後來提告之後 他們變成長這個樣子 變得比較低調一點 那看起來好像只是在做統計的 那其實他除了剛剛這個 國衛院的這個 這個健保的資料庫之外 然後比較不同的是說 他的試出方式不一樣的 剛剛國衛院的那個試出方式 他是直接給你一張 就是你去申請他就給你一張一張的光碟片 給你自己去跑城市這樣子 那這邊的呢 他就是比較嚴謹 為什麼他比較嚴謹 因為他有2300萬人的資料 你可以去跑2300萬人的資料 可是你必須要到他那個統計處的 還有一個獨立的運作中心去跑 跑這個資料 所以他不再只是給抽樣檔而已 如果你要全國人民的資料是可以去跑的 然後除了這個中心之外 他們就是像台大啦 或者是像城大 還有像高一 還有像實際大學等等 其實已經開始成立了非常多的分中心 就是他們覺得說這樣的資料 其實是可以好好的去多加使用 然後這個也是 衛福部他們自己的網站上面 所說明的這個資料有多好用呢 就是除了剛剛講的健保的資料 檔資料之外 其實因為現在衛福部他已經整合了 他變成不是只有衛生 就是不是只有這個醫療的資料而已 他還會有很多社會福利的然後的資料 所以他也可以把一些身心障礙的資料 或是一些甚至其他的像戶籍的資料 然後這個家庭受制的資料 這些都可以把它整合進來 甚至像原住民的檔案 只要他去透過這個跟原民局去做一些協調合作 他們也可以去串聯這些檔案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介紹 就是說除了健保檔之外 你可以去結合很多其他的檔案 那他們也是說很重要啊 他們這個資料庫是一個去個人化的資料 所以他不是你的個人資料 那但是我們也蠻想要問的是說 他去個人化的時間點是在什麼時候 其實是在健保署已經把資料給了衛福部之後 衛福部再來做所謂的去個人化的那個動作 也就是說這樣健保署他給衛福部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沒有去個人化的資料 也就是原始的資料 那我們也也有在質疑這一點啦 就在質疑說那這段過程也有沒有違法呢 那他的法律授權又是什麼 好 然後剛剛的那個國家衛生院的那個 因為他是光碟片 然後所以他是可以用這個就是光碟病訊跑這樣子 那但是我們其實一直想要 就是說法官其實常常一直聽不懂我們 到底為什麼要去告衛福部跟國衛院 那所以就是我們就說 那不然我們來做所謂的這個證據調查嘛 那要不要我們就去加什麼東西 我們實際的去看一下他們的資料庫 到底講什麼樣子 到底是不是所謂的去世別化的資料嘛 那如果真的是的話 那我們沒有話講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那這個就是 對那到底要怎麼講呢 那只有這個時候 這個衛福部跟那個就是那個健保署 他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資料庫 現在目前已經不開放給產業使用了 然後只開放給學術研究 所以如果你們要來看這個資料庫的話 你要寫一個研究計畫 所以我們這個一邊打訴訟 我們還要一邊寫一個研究計畫 然後這個研究計畫就寫出來了 就說好我們要來研究 這個年輕的高薪階級的肺癌的 憂鬱症的什麼 研究的 好 就研究啊 細話就寫出來 結果呢還是被衛福部拒絕了 他說不好意思喔 你們的研究計畫 沒有學術研究價值 也不會有人想要去研究 高薪然後又很年輕的肺癌患者 而且還要罹患憂鬱症 然後他說你們這種計畫 絕對不會通過IRB 也就是合理研究委員會的研究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的個案序太少了 你們一定會篩出特定的當事人 那我們就很納悶了 你們不是說你們的資料庫 是去識別化的資料嗎 所以我們呢 就是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辦法去做所謂的 這個現場的開演 然後包括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這個我們的經濟部 他也release了一個叫做 跟去識別化有關的一個ISO的 好像是從ISO那邊然後把它翻譯過來 就變成我們這個國家的CNS 就是國家標準的一個標準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有人告訴我們說 這個東西就叫做去識別化的標準 可是事實上我們看了一下裡面的內容 就是好像跟這個健保資料庫的這個ISO好像不大相關 譬如說他舉的例子是說 如果圖書館他要去識別 就是說你辦的那個圖書證上面其實不大需要 就是就是說那個館員不大需要知道你是誰 其實你只要有一個證號就好了 你去借書款書其實應該是一個匿名的狀態 然後所以他是應該做一些匿名的東西 然後所以 就他是在提供一個比較像是一個匿名化 而且他是可以有可能 他如果需要重新識別的話 是可以重新識別 所以跟我們剛剛在討論那個 就是說你把一個東西去識別化 然後說要把它做目的外使用 好像是兩個不大相同的事情 而且其實我們也去問過產業界 然後他們也說他們看不懂這個標準到底要如何操作 對所以我們也很納悶 就是說如果當一直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已經 我們都沒有一個一套到底什麼叫做去識別化的標準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們的衛福部 我們的健保署可以一直宣稱他們的資料庫 是一個去識別化的資料庫 然後一直講到現在才在講法源依據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說我們找不到任何法條 可以去說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是衛福部他們說有 因為他們說個人資料保護法 是他們的法源依據 然後的第十六條 那就是說可以做目的外使用 可是第十六條的條文其實是說 除了第六條的規定之外 才可以做目的外使用 對 然後而且他說做目的外使用的話 也有這些條件這樣 那他們用的是第五項的這一條這樣子 那我們必須要講的是說 就是我們就在質疑說 那到底這個所謂的去識別化到底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其實 欸 第六條忘記放了 不好意思 好 其實現在他們為什麼會用第十六條 是因為 第六條目前是完全暫停實施的 那第六條才是真正正的在規範 所謂的敏感性個資料 也就是我們的健康資料 然後我們的疾病資料 跟犯罪資料的這個真正的法條依據 那那個條文其實 目前因為暫緩實施 所以等於是說無法可管 那所以他們用的是一個十六條 其實是在規範一般的各自的條文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條文去合法化 他們可以把我們的健保資料 去釋出給其他人做使用的一個依據 那對我來講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而且還不准你推出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審被判決敗訴的一個判決書 那法官說 最有趣的這個判決書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當事人的名字都是全文 邱伊林 蔡季勳什麼什麼 全民那樣寫出來的 然後但是被告健保署 還有那個衛福部 全部都是圈圈圈基於個資法的寶藏 他們全部都變成了圈圈圈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機關 對於個資法跟那個 政府基於公開法的一個 其實滿奇妙的使用方式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我們的這個測試啊 都是我們早就已經知道某一個當事人 他是誰的 然後才去測試的 那他覺得這樣的一個方式 跟一般的社會大眾 他其實根本不知道誰是誰的情況底下 去使用這個資料庫是根本不一樣的 所以他覺得我們這種證明方式是不可裁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還說了一件一個理由 就是說因為健保呢 當初每個人加入是被強迫加入 就是說你沒有同意與否的權利 所以既然你是被強迫加入的 你沒有同意的權利 你就沒有退出的權利 這就是我們得到答案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上訴 所以現在這個訴訟也還在持續進行中 那最後的派決結果會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總之就大家繼續 就繼續看著辦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